不要這樣這樣 我們會好心疼老師的 但是我們不管是媒體也好 或者是粉絲朋友們也好 也要告訴Vivian不要擔心 因為從現在開始的每一個時刻 我們都會盯著老師 要好好照顧自己的健康 如果你在隨便 比如說把一些不該吃的東西 拿起來的時候 我們會直接把你的手打掉 我說不在這個不在這個 就像剛剛要幫你點一杯果汁 都會特別交代 裡面不能夠放 對胃太刺激的一些水果 或者是食材 就讓大家再次讓所有的朋友們 再次看到就是非常健康 非常活潑非常開朗的 做成小鋼老師好不好 其實我也要謝謝我的工作人員 他們也真的很辛苦 他們陪著我呢 就是以前他們在上通告的時候 大家都是殺紅了眼 開始做通告 可是遇到我的時候 就7點了 趕快要停下來吃一下飯 7點了趕快要怎麼樣一下 然後他們跟著我呢 因為吃很重要 他們一個一個都胖了 對 然後 胖了都很 我很對不起他們 就希望買一些 剛才需要買一些減肥的東西 對 買一些我會放一些健身器材 在車上 對 今天在老師面前 不能太大辣辣 好來 我們線頭左邊開始看一下 左手邊 好 視線偏中間一點點 所以老師剛剛真的有很驚訝 大VB 別人會來是不是 哈哈哈哈 他整個 不小心驚呼出來 其實那個定時吃飯 也是工作人員家人的這個願望跟要求 因為大家都是媒體工作者 吃飯都很不固定 右手邊 中間一些些 左手 左手邊一點點 來 左手邊一點點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